如何把一道炒饭做到极致 米的选择很重要 操作方法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今天的炒饭到底怎么做 慢慢稳查看 今天做的是鸡腻炒饭 主食材鸡腿肉 配料就是香菇 虾仁 干贝 还给它搭配了一些青菜 还就这几个都用我额了 简单的腌制 盐 胡椒粉 清水 两勺 把它抓匀 玉米淀粉 蛋黄 蛋白分离 蛋白打散 充分的抓匀 油温四成热 下入蛋白快速打散 然后给它倒出来 下米饭 那随着这个米饭的炒制 你会发现米饭会在锅里 形成这种自然跳舞的状态 两克左右的盐 放入蛋白 油放的很少 这会儿所以米饭呈现的 就是这种颗粒分明的状态 米饭炒好了 直接您给它盛到袍里 鸡肉和虾肉先下锅 滴上几滴油 也去这个浮沫 稍微断生 就可以捞起来了 如果家里边有高汤的话 建议大家用一些高汤 效果会更好 如果没有高汤呢 你看我今天就用的是清水 用浓汤煲加进来 把它烧开 盐 一勺的蚝油 老抽不要多 颜色不要太重 生抽一勺 大火把它烧开 勾一点点芡汁 食材可以下锅了 这个汁啊 稍稍的勾的浓一些 因为这个汁一会儿 我们还要拌饭吃 把所有的食材 混合好之后 铺在这个米饭上面 给一个地道的鸡粒炒饭 赶紧回去试一试 连肉带饭 那也绝对满如你一餐的需求